哈喽,大家好! 访问title讲的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秦云 哈喽,大家好 哎哟,终于可以出来见面了 刚才Jesse来问我 秦云啊,我们在... 我们要在中间! 我讲都可以出来了,可我一趟 Agnus又驾四个小时过来,可以要见我们 你不要见我们咩 不要~~ OK,来来来 当然,好像我title写的这样咯 那恭喜Jesse 这次组织大突破,在那个 15个月以来,创新高! 哇,恭喜你! 所以,OK,Jesse 可能有些人还 对你以往,刚新加入的 对你以往的那个背景 还不是很清楚,你要不要 跟大家介绍,介绍一下你自己 哦,好啊,可以啊 我本身 之前是 一名美容师 然后,之后呢 结了婚,就没有再做美容 跟人家洗脸了,没有 我就去做Sales Executive 我是公司自尊 批发美容产品的 嗯,就... 然后过后呢,呃, 因为三个孩子 OK,我想要自己本身 呃,带着他们 顾着他们,有这样的时间 所以我就辞职 呃,经过朋友的介绍 我就当了一名微商 嗯,然后因为自己本身的 所以就算,就算你是一个 全职妈妈,你都不觉得 要打一个全职妈妈,你都是 还是一直在寻找的机会 啊,对,对,对,因为我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的,有时候哦,因为 你老公,Kenji,也不是 嗯,有养不起你啊,还是什么啊 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吼,我本身 不喜欢靠人家 是,我老公是养得起 他是养得起 不要忘记老公在听着 对,对,哈哈 不是,我是 因为我从结婚到现在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生活上的素质 我喜欢享受 我喜欢我要什么,我可以自己买 我喜欢孩子,要学什么 我自己有能力给他们 啊,我 因为,呃,我老公不是不能给 只是我是觉得,呃 我不喜欢的去开口 哎,我的要学这个,商量 我会商量,但是我不喜欢的去跟 人家拿,因为我觉得女人都是 要有自己的钱会比较好 嗯,事业 有自己的事业,也是那一份成就感吧 我看到,对对对,而且 然后就算哦,Jesse哦,在家里哦 是全职妈妈啊 就是,辞掉那份工作 就算在家里当卫商,其实都不需要出来 怎样的去见人都好啦 对,在家里都打扮到美美的 哈哈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美啊 为什么啊,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喜欢给人家看到 是一副就是,哎 这个是超财婆来的 这个是超财的 我不喜欢这种,我不喜欢那种 我可以这样子讲 而且我的女儿洗头啊,不吹头啊 我又跟她讲,我发现我家里 出现了一件水鬼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 不整齐的感觉啊 啊,而且,可能我本身是职业病啦 我职业病,因为我本身做过 你爱美的东西 啊,我爱美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整整齐齐的 啊,那我想问你哦,Jesse 你是,呃,你是被什么吸引呢? 在,在,好像我在Titan那边 行吗?原本我们是不认识 对,然后是通过Facebook 是,你看到什么? 哦,其实我当时 我在看这Facebook的时候 我是一名微商,而且我都时常 会在,呃,Facebook 很留意所有的广告啊 很留意所有的Live啊 哦,就是在时事啊 有什么新产品啊,新推述的东西 啊,而且我本身自己 呃,自己本身之前 都是卖着,呃,关于美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件裤子很吸引我 嗯,我觉得,诶,如果一件裤子穿的 能够令我瘦下来 能够令我健康 这一个,这一个真的是觉得 我觉得很奥妙 坦白说,在2007 嗯,2007年10月 那个时候,我加入的时候 我玩,20170 啊,20170,我加入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像现在的人 会去调查啊,会去看 我这里傻里茶气的觉得 呃,OK啦,如果一件裤子 可以帮助到我 我不是,嗯,换咯咯 我不是买咯 嗯,然后,我当时只想要 我要成为一个代理 把这个裤子拿来带你而已 是是是,过后我就想 蛤,是传销啊 嗯,然后,然后 呃,但是你有没有拒绝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第一,我很喜欢就是 诶,我当时加入的时候 你就是跟我拿了资料 我就帮我填了 然后,就直接叫我 订阅一个apps 嗯,然后通过apps 培训,呃,组呃 嗯,但是,我加入了PE 不同,我看到的不同就是 呃,我跟你们完全不认识 但是,你们带着我 你们是很醒些的去带着我 那一,那一,那一种感觉 嗯,啊,也没有放弃过我们 然后,啊,也会慢慢的去 可以讲,这两年啊 可以会很了解我们 每一次不会打来 就跟我们讲 怎样你做到,啊,休息 不是啊,你会 一直要令我的组织里面的组员 不是我自己突破而已 嗯,是包括我的组员一起突破 嗯,这是我看到 而且,有时候想回去 包括我的组员 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啦 嗯,我们想回去 我们自己想回去 好羡慕你们 年纪轻轻 好像比我们走的成功路很快啊 创版也是创比你多啦 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被创很多版 嗯,其实我的组员每一个都会问我 啊,Rice的情境几岁 国生几岁 治安几岁 家界小米几岁 你知道吗 我们听到的那个年龄 我告诉了他们你们的年龄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心中就讲 哇,干嘛 我们都给吗 好 真的 所以 他们也看到这个 BE的平台 嗯,好像啊 刚刚过去的那个 STAR award night都好啊 Zan Kosovo launching都好啊 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哇,我可以跟你们讲 昨天STAR award night 我跟我的孩子吃着饭 一边开着来看 我的儿子跟我说 小的,六岁的儿子 妈妈 你看IRD学生坐着那个跑车 会飞出来的 还有一个LOGO BE的LOGO的 BE的飞车 啊,她问我 BE的LOGO 为什么是圆形 但是一开梦的时候 很多地球出来 很多那个星星那些 对对对对 我去解释给她听咯 因为BE要做的是全世界的 嗯 嗯,其实 哦 对对对 然后BE LOGO为什么圆形哦 其实那时候 我们也是有问过Founder 奇怪哦 为什么圆形 而且是有的厚有的薄 为什么这样子 其实哦 这三个哦 是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 公司的传销商 公司的职员 还有公司的客户 嗯 三个是 手连 就是新年星 手拉着手连在一起 对,就是Eternity的 这样讲转都好 它就代表 就是 永恒的意思 嗯 所以我们要超越永恒 反而觉得 他们还紧张过我 看那个 那个 Life 然后在整个说的时候 他们很好奇 嗯 你学生怎样坐飞机去巴西 那飞机也是有BE LOGO 对对对对 他很好奇 然后我的大儿子就问 妈妈 I think以后我要做这样的科技 I think you 我是觉得 做BE 我很有满足感 为什么 我的一家人 包括我的孩子 他们都懂BE的故事 BE的来源 这个是 我觉得 很有满足感 我打工这么多年 我生了出来他们这么多年 我觉得他们不会去关注我所做的 不过我也很 我 我要讲回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 他们每一天都会去看我的计划 今天妈妈没有Zoom 可以 我们可以看电视 有Zoom 我们不可以看电视 哦 很乖哦 他们 他们知道的 有Zoom 妈妈有Zoom是不可以看电视 因为妈妈Zoom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要拿来Live的 他们知道是不可以看电视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月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改变是在于孩子自己会学会独立 然后呢 他们一切都是用Zoom来上课 他们的Zoom的上课 我从来都没有去 就是说没有去担心 他们到底功课有没有成交上去 他们更加的独立哦 对 他们会自己给我拿电话拿来 我要拍照 我要summit上去 我觉得 这 我也跟我自己说 生了他们这么多年 嗯 没有放过这么长的家在家 嗯 也没有待过家这么长 但是 我还可以一边 呃 拥有我自己的事业 可以说 三个月都拥有一个很可观的收入 这样我想问啊 你在上个月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让你可以这么大突破 嗯 你的组织里面诞生了 来自Zoom 你没有你都没有飞去沙拉华 怎么可以带到那边的新的 Ambuds 我觉得要用心啦 组织 在组织里面 我会呃 我会去看好他们的那个apps里面啊 去看去问 其实我是蛮用心 蛮用心 我对他们美金的一个单哦 我都会去问的 诶你今天买这个 其实你里面买什么 嗯 为什么你会做 你为什么你会去买 因为谁来的 嗯 他们都会告诉我 嗯 我我对我沙拉华 你都很留意 对我会很留意 而且我这个沙拉华的组员 我完全跟他是陌生 我也还没有见过他 只是 但是从中我跳线下去 用心的去带他跟他讲 嗯 每一次他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会呃 我很紧张 组员把问题跑过来给我 坦白讲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有问题跑过来 我就要很快的去跟他们解决了 嗯 哇 OK 所以你还有什么话 想要告诉我们的新朋友啊 或者在刚刚加入BE没多久的朋友 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的吗 就是有的可能还在观察着 有的可能刚刚加入还不知道 哎呀能不能啊 你有什么鼓励的话给啊 我想和大家说啦 BE是能 第一 我都讲了嘛 不用等货 有哪一间公司 能够去呃 给一个这样好的方便的apps 给你去做全世界 嗯 第三 文化 从我身边这一位呃 我最respect的mentor 我不认识他到今天 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呃 什么都可以讲 有什么问题 我都会跟他讲 虽然知道有时候 问的问题是会被癌嘛 不过没有骂 那你会长大 对不对 啊 所以我觉得 不用怕人家骂每一个 我们都会对小孩讲嘛 我骂你都是为你好 为什么上线讲的 我骂你都是为你好 我讲你都是为你好 为什么我不要去听 啊 然后还有就是 看着founder founder很用心 founder从lock down到现在 没有让我们倒过啊 真的没有让我们倒过啊 啊 我是觉得 全部都是亲力亲为 啊 而且还有就是呃 小梅佳姐那天安排 特别安排的那个月头 嗯 的live section给我们 我觉得 呃 我听到小琴讲的一句话 嗯 我很想要 但是你不要只是去想 你有没有真正为自己去做过 有时候这个 呃 见一个上线是不够的 要想想一想 有没有想过去见总上线 可能见了总上线 你的想法又不一样 就是那时我也是觉得 啊 我会去想尽办法啦 我觉得 第一 讲轻松 创业 对是轻松创业 我觉得 很多人就觉得 你当初讲轻松的 但是要记得 也要付出努力 也要付出的 嗯 不是只是轻松 你没有付出 那你会有回报 嗯 这样啊 我觉得 如果你是新人 你是在观望 我可以跟你讲 不用观望 没有一间公司 会用这样的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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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颁奖典宁啊 我跟你讲 没有啊 我的女儿就讲 哇如果我拿 拿奖的时候 有一个圆形这样子 把我飞出来 极好嘞 你知道她多么 她多么 attractive啊 她觉得怎么可以做到的 好多问题 我当时在做 我讲你们不要吵了 你们很多问题啊 然后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可以想分啊 我打工这么多年 我也做过微商 我的孩子 没有认识我身边的人 嗯 这么清楚 嗯 她会讲 这个小梅 因为她把小梅的名字 换成草梅 草梅姐姐 这样 所以 然后她就讲 这个Rex Coco 这个情侣姐姐 然后她会一个一个的去问 每一个出来 她都可以问 这个嘞 这个谁 所以她会问 这个拿什么奖 我真的觉得齁 昨天那一场晚 换跟看着这个班奖 你和小孩子 你的孩子 有没有扩大你的梦想 有 哈哈哈 真的有 嗯 真的有 她们每次都说 我们只是换大的物质 她们都会 嗯 她们都会问 所以我是觉得 孩子是我的动力 嗯 啊 因为我就说 孩子要学什么 我会让他去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让他去 你不知道他要什么 我的mindset里面没有想 我没有钱 嗯 我只是会想 想尽办法 我要怎样想尽办法 赚更多的 对对对 所以谢谢Jesse 今天这么棒的分享 你要的东西 就要想尽办法 对 嗯 所以我觉得 不要为你的人生妥协 这个很重要 嗯 不是我 只是单单我一个人 在respect我的mentor 反而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 她们都很respect BE公司的每一个mentor 嗯 嗯 好 所以谢谢Jesse 今天这么棒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个live很好 然后过后 请给多多的like和多多的love呢 forward出去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今天通过BE这个环境 可以让一个人蜕变 不止一个人 还可以改变全家人 更加的正能量的 是啊 Jesse的全家就是这样子 已经是越来越开心了 所以 开心 然后大家又有共同的话题 又知道妈咪在做什么 对 所以谢谢Jesse今天这么棒的分享 谢谢在线上的大家 支持我们的live 我们要跟大家讲bye bye啦 bye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bye